根据法庭周一做出的裁定 亚利桑那州共和党人 对迈瑞科帕县部分选票进行了检验 发现2%的选票被篡改 至于什么是复制选票 亚利桑那州共和党主席沃德给出了解释 专家表示复制选票因为是二次加工 所以容易滋生舞弊 沃德还披露民主党官员曾经千方百计 阻挠验票甚至要求对验票进行保密 此外沃德批评主流媒体一直拒绝承认 有舞弊的存在 但如今选举欺诈的证据确凿 且仅仅检验100张票就有两张川普选票被篡改 问题选票比率高达2% 而目前川普和拜登在亚利桑那州的差距 行有0.3% 新唐人记者李子文洛杉矶综 和报导